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真情追踪》,我是主持人林杰 欢迎你播到我们的《真情热线》40066-0308 也欢迎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真情追踪》的微信群 不久前,栏目组收获了台信,引起我们的信号 信封上的地址用繁体字写着,从台湾寄过来 写信的人,他说他叫陈伟明,是台湾人 信里头诚恳地表示,希望栏目组帮他找到一个 十二年前认识的女孩,这个女孩在他生命中很重要 这个女孩是谁,十二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他念念不忘呢 哎,有信件,什么信啊 哦,台湾寄过来的信,看一下 一大早,我们就收到一封用繁体字填写地址的信件 信件里面除了一张写满了字的信之外 还附有一张年轻女子的照片 这封来自台湾的信件,想委托什么呢 一封,上面还有一个照片 是谁写过来呢 哦,原来 一个叫陈伟明的台湾歌红人寄过来的信 他说要找一个人 找他的初恋女友谈金珍 原来写信的人叫陈伟明,是台湾人 他给我们栏目组写信的目的是想委托 帮他寻找十二年前的初恋女友谈金珍 十二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叫陈伟明的台湾人 为什么要找初恋女友呢 陈伟明寻找初恋女友的背后 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呢 十二年前,他和他的爸爸去大陆冒名做生意 认识了那个女孩 然后,但第二个人最后因为家庭原因分开了 在信里,陈伟明说 他不久前结束了和前妻十年的婚姻 恢复单身的他仍然对初恋情人谈金珍念念不忘 无奈两个人早已断了联系 现在他决定寻求我们的帮助 他想知道,谈金珍现在过得怎么样 如有缘分,希望能够重新拾起曾经的这份爱恋 现在有个地址,他还给了一个地址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食牛堂村 但是这个地址会不会变了呢 我想摸摸一下 看完信件,真经记者被陈伟明的申请打动 12年过去了,谈金珍还会记得他吗 又会否早已嫁为人妻 而信件上面的地址是否正确呢 确认地址后 真经记者带着这份台湾信件及时出发 我们最终能否顺利找到谈金珍呢 对,这边就是一块石楼 石楼堂村 是否这个呢 可以下去弄吗 好啊 我想问一下 这里是一只牛堂村是吗 是 你们知不知道一个叫谭金珍的人 就是这个人 这个照片的这个人 经过百多公里的跋涉 真经记者终于来到 信里面所提到的 茂名市茂南区 当我们看到一个村口的大石头上 正写着石鹅堂村的时候 我们颇感惊喜 谭金珍是不是就在这个村里呢 你好啊 你知不知道这个人叫谭金珍的 是 是啊 他是这个村的是吗 就是我们是受到委屈去找一下他的 找这个人的 那他住在哪里啊 远不远的 这个路上做了铁棍 我说对面的 你开着又不是很近的 好 那我们跟着你过去啊 这个有铁棍的 我说有铁棍 哦 我指着那里 我指着那里哦 是不是那里 这家屋啊 热心村民带领我们 来到已间建在马路边的房子前 指着前面的两层楼房告诉我们 这个就是谭金珍的家 这时我们看见屋里走出一位体态微胖的妇女 从面容看确实和陈伟明在信中所付的照片有几分相似 难道他就是谭金珍吗 你不是哪位啊 我是谭金珍的姐姐 哦 这个是你的妹妹吗 这个是我的妹妹 是你的妹妹啊 是是 就是这样的 我们就受了一个委托 就说有一个她是台湾的人呢 她写了一封信给我们 她就说 委托我们帮她找一个人就找她 她叫谭金珍 好好 她是不是有一个台湾的男朋友啊 十二年前 是是 真的啊 是 真的啊 是 哦 那够你回事 你妹妹在吗 在家啊 妹妹 很快就不了 当我们向谭金珍的大姐谭珍说明来意的时候 谭珍显得有些惊讶 但她很快就记得了 小妹谭金珍在十二年前 确实有过一位台湾恋人 但此时谭金珍并不在家 那么十二年前 谭金珍究竟为何突然放弃 去台湾和恋人洗劫良缘的机会呢 这位谭金珍的哥哥 哦 哥哥 她是哥哥是吗 是 这个呢 这个谭金珍的妈妈 阿姨你好 是 好像身体也不太好是吗 是呀 她腰椎膨胀的东西 突出现在治疗着 这个大哥身体也不太好 这个大哥 七个七五 现在生残全部都没有 杀得自己精灯了 吃饭嘛 懂得治理 我吃 现在治理不到啊 下次治理得到 哎 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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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痛的 那里痛的吗 做个手吃的 谭家屋内比较简陋 谭真说 眼前神情呆滞的中年男人 就是他的二弟谭少伟 旁边身体虚弱的老人 就是他的母亲林姨 突然 谭少伟用饭盆强的动作 让我们很惊讶 这个家的艰难 一目了然 谭金珍当年为何放弃 去台湾生活的机会呢 他之前曾经是认识的 认识的人 嗯 他一旦我陪同他去 我任何陪同他都去 他自己去 认识 两家都很好 情投意合的 哦 别人介绍认识的 是 介绍了 就是阿爸的朋友 阿爸没去完之前的朋友介绍了 哦 后来一接到 后来 大哥一七月的问题 就无法跟他 成双结队了 这样啊 就是要维持这家庭 要照顾大老 他承担债 一切家庭的一切责任 承得 就是要承担照顾大老 他就是那个扶导人 现在加上妇人 原来 十二年前 台湾人陈梅 陈梅明来大陆经商 偶然认识了 父亲自有的女儿 谭金珍 当年陈梅明二十五岁 谭金珍也只有二十二岁 两人已浅清心 交往今半年后 陈梅明工作结束 要回台湾了 两人便准备一同回去 办理结婚 不了 就在这时 谭金珍家中却突发变故 为了照顾哥哥和家人 谭金珍最终决定 放弃这段感情 那他当时是 做出这样的决定 是没有办法的 是这样决定 是没有办法的 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家庭 做到这样的破坏 我买了整七家 所以我放弃那段感情 他现在都没出嫁吗 现在一直都买七家 你每年多少岁呢 每年都有三十多岁 按照陈梅明 从台湾寄过来的信 几经波折 我们找到了谭金珍的家 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 十二年过去 谭金珍依然保持单身 这背后的故事 更令人唏嘘 阿珍告诉我们说 弟弟谭少伟 遭遇车祸那年 妹妹阿珍只有二十二岁 刚从中专毕业 正值一个人 大好的青春 不料阿伟出车祸 因为看不到希望 他的妻子 选择了抛夫妻子 离家出走 留下三个又小的孩子 虽然阿珍 与来自台湾的 陈梅明是一见钟情 当然也在这个 这么美好的一个年纪 可是阿珍 她依然放弃了 这样的爱情 就是为了要照顾好哥哥 成为两个子儿的妈妈 十二年来 阿珍究竟经历了 多少不为人知的心酸 至今未嫁 是不是还对这份 跨越两岸的爱 念念不忘呢 舒奇这些年来 家里的变故 和妹妹对这个家的 无私付出 坦证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如果当年弟弟没有出车祸 父亲也没有因为 操劳过度而去世 妹妹也早已远嫁台湾 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 但现在 妹妹还有机会 诚实的幸福吗 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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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对她收好她的胶 我说有猫的 她吃了蜡蜡有什么 她吃了很多蜡蜡 怕吃了一碗 大哥现在病得好像很严重 很严重 现在都没有地质 她吃了很多蜡蜡都带了 那是什么 吃了水死的 挣进去就蜡蜡 全部在你身上 全部得数 这位是谁 这位是真是吗 真情追踪下一节 一封台湾的来信 牵出一段十二年前的 跨越两岸的情缘 真情记者长途发射 被台湾人陈伟明 寻找初恋情人谭金珍 惊讶得知 谭金珍当年 竟是为照顾亲人而放弃爱情 并且至今为假 谭金珍是否还记得 十二年前的台湾男女 我真的觉得对不起 你们要不受苦了 多年 不会真的好辛苦吗 我们答应你的前途 所以我决定了幸福 她准备你吗 她准备你十几年了 准备你十几年了 她自己要准备你 我决定了幸福就可以了 下一阵马上回来 继续真情追踪 这时我们看见一位 身穿粉红色外套的女人回来 谭真说 这个就是她的小妹谭金珍 终于见到她本人 虽然谭金珍仍然留着暖发 但此时她却要比十二年前照片上 销售得多 对于我们的到来 谭金珍显得有些诧异 但当我们问起十二年前 是否认识一个台湾人的时候 她竟很快记起了那段 尘封已久的往事 看来谭金珍并没有忘记过这段感情 而且一直埋藏在自己的心里 现在一直都没有联系了吗 没有 没有联系啊 是啊 她一直都没有找过你 是啊 你都没有找过她 是啊 现在她写了一封信给我们 嗯 在这里 我看看 你要看看是吗 是 就是 这张是 这张是不是你的照片呢 是啊 哦 这张照片就是你的 是很久之前拍的了 应该 是啊 是啊 她为什么会有你的照片呢 因为当年想我送给她的楼念 那她写信给我们呢 就是想玩回来 接到信件的那一刻 谭金珍突然沉默了 也许是看到了熟悉的自己 也许是念到了信里面的深情 十二年前的姨姆姆 难免涌上心头 我来到 从 没我的日子 你是最 经那么美好的姻缘 因为金珍照顾重病哥哥 和两个未成年的侄儿 就那么放弃了 十二年过去了 这份爱还能继续 我们大部分的亲头 走进这个河国 你们这个好辛苦啊 马上都拧着 我的这个很辛苦 十几年以后 我爱过来了 我还想起来 我们家的河北 大部分的河北 然后我来到 谭金珍 我还需要 我心里的河北 在河北 这份词 这份词 我只能做 在北 说 这份词 我 的 第二天 当我们再次来到谭金珍家里的时候 却看见谭金珍的小侄子小父在发脾气 家里的气氛显得很尴尬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小父在得知谭金珍的台湾恋人 要接她去台湾后 立即表示强烈反对 今年只有14岁的她 自从妈妈离家出走后 一直和姑姑相依为名 又怎么舍得让姑姑离开呢 她又回来的吗 你问她吗 她就过来留多年了 十几年了 她很辛苦你了吗 她就过来留多年了 她就过来留多年了 好啊 谢谢 不同于小父的倔强 年长的金强却对姑姑寻找自己的爱情表示支持 她认为自己已经17岁接近成年 可以挑起家里的担子了 姑姑为了他们放弃了曾经的台湾爱人 付出了最美好的12年青春 这个家亏欠姑姑太多 如今怎能再阻止姑姑追寻自己的幸福呢 阿珍你自己想不想去啊 不去啊 你考虑好了 考虑好了 考虑好了 我认为因为她出家了 她对自己的幸福 所以求她自己的幸福 你自己去吧 你自己去吧 你自己做出决定了 我走来不如说 不如说你妈妈 妈现在又不努力又多病了 看着两个侄子为自己几乎吵起来 坐在一旁的谈亲针显得很矛盾 原本就担心自己走后 家里会无人照顾 现在年少的小妇又如此反对 她又怎么忍心离开呢 家里现在都是为了你好的 如果你不把握这次机会的话 你有没有想过你以后怎么办呢 就这样孤独中欧吗 是 所以说 会很辛苦的 玩到小狗现在成人 讲证董事的 能够从我家里上接过 照顾我哥哥 照顾我 请不吝点赞 这就是 我妹妹 哥哥 给大家学习 他的 平和小狗 小妇说 其实她也希望姑姑找到自己的幸福 只是姑姑从小把她养大 在她心里 她早已把姑姑当做自己的妈妈 她不舍得让姑姑走 是担心她如果去了台湾 就不会回来了 我可以照顾自己 但我就是妈谁都会走 为什么 因为我当她是我妈 当她是你妈妈 妈得这么严定 要听话的 知道吗 老姑姑自己很多 在谭真的劝说中 小妇最终还是同意让姑姑谭金珍 去台湾追寻幸福 谭金珍为侄儿付出12年至今为家 如今两个侄儿已经长大 金珍是不是终于可以远赴台湾 追求自己的幸福了呢 可以最终于幸福的 好吗 我会继续好几个人 好吗 不想 不想 不想到她们讲三性好吗 是 所以我这头家 我就交给你 你就要照顾好阿婆 照顾好你好啊 听到吗 知道吗 因为我这家这头家 交给你啊 给你一个惊喜 给你一个惊喜啊 很大的惊喜 好像我们两兄弟很神秘的似的 金强和小傅神秘的把姑姑惊珍带到一个地方 突然要把姑姑的眼睛忙起来 他们要做什么呢 真情追踪下一集 十二年前金珍被了照顾众平哥哥和年幼侄儿 放弃了和台湾男友的爱情 十二年后幸福再次降临 侄儿也都长大 金珍是否终于能远赴台湾再去前沿呢 哇 哇 好漂亮啊 漂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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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吗 好漂亮吗 广播台的 哎 她是这首广播台的 应该就是这个了 没有啊 还是没有看到金珍 究竟去哪里呢 OK 下一集马上回来继续真情追踪 刚才下一集马上回到年轻抑之后 大家可以加油 укzą б otherwise ts س 不是 婚纱 当谭金针睁开眼睛 看到眼前竟然是一套美丽的婚纱的时候 她显得很惊喜 金强和小福为什么要带姑姑来婚纱店呢 你带姑姑过来看婚纱是想做什么呢 我说是 我带姑姑 好开心啊 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 金强和小福为了报答姑姑的养育之恩 竟要用平时做兼职赠来的钱 为她买一套出价礼服 希望姑姑可以穿得漂漂亮亮的出价 这些是婚纱 这边是来做是吗 来做这边 有几件 对这件是吗 洗一洗了 在侄子的帮忙挑选下 谭金针终于看中了自己心意的一套忠实礼服 当她把礼服穿上的时候 幸福的笑容溢于言 哇 好美哦 美不美啊 好美啊 姑姑 好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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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不喜欢这套啊 可以啊 可以啊 你都可以啊 是 这一切 对谭金针来说 就像梦境一般 两兄弟的笑心 令人感到欣慰 谭金针知道 侄子终于长大了 一 二 三 今天我们就要来到广州白环机场准备和谭金针见面 她说今天将会飞去台湾和她的男朋友见面 那我们又来看一下 一个月后 记者如约来到广州白环机场 准备为谭金针送行 她将会乘坐今天下午飞往台湾的飞机 和远在台湾的男友相见 哦 这里 这个有 5点30分的到台北的 这个红巴 但是现在我们 好像没见到 黄金针在这哦 不知道她来了没 那么打个电话给她先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收后再拨 您好 她电话在通话中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事呢 来到约定见面地点 我们却没有见到谭金针的身影 拨打了几次电话给她 却无法接通 难道发生了什么变故吗 广告台的 我们A开灯机口 广告台的 应该就是这个了 都是没见到金针哦 那究竟去了哪呢 当我们来到 港澳台登机口寻找她时 仍然没有见到她的身影 她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此时离登机时间 越来越近 我们的心情 也是异常交集 喂 喂 喂 你好 是不是真的啊 不是啊 我是强仔啊 哦 你是她的姊姊 你是阿强是吗 是啊 哦 那你阿强你姑姑去到哪呢 为什么她不离悲伤呢 她姑姑有病啊 去医院啊 谭金针的侄子金强说 谭金针现在生病了 正在医院 语气显得很焦急 真情记者听到消息 立刻感冒冒陵 OK 发生了什么事啊 我刚刚查出了尿毒症 查出尿毒症啊 嗯 现在在这个投资感 谭金针竟然得了尿毒症 这个消息令我们大吃一惊 虽然之前总觉得谭金针过于消瘦 以为她只是操劳过度 却没想到她竟患如此重病 在医院的透析病房 我们终于见到了谭金针 此时的她身体显得很瘦弱 正躺在床上做透析 金针怎么一夜之间就病倒了呢 梁医生说谭金针的病症其实早已出现 只是以致脱症没去做检查 以至于现在出现多种病发症 如果不及时医治就会危及生命 前往台湾的行程只能暂时搁置了 听了医生的话 躺在病床上的金针显得更加心事重重 家中不但有残疾的哥哥要照顾 年老多病的母亲更是让她不放心 而她却偏偏在这个时候生病 这个家以后应该怎么维持下去呢 这些是你几时的照片 好像看起来真的很漂亮 那些是我以前 和我台湾的男朋友 认识的时候的照片 回到家 当化疗完的金针显得更加憔悴 原本也为自己时隔十二年 终于抓住幸福了 但没想到 上天又和她开了一次玩笑 现在的她不知道如何是好 我现在得了尿毒症 但是有时痛苦 我就很想结束我自己的生命 为什么 因为的话 无存 目处的资金很近 很近 那现在你是决定要放弃这种感情 自己得病的话 听过来说从两个角度上角度 都是拖累人 所以没有必要和我人类 谭金针说 在她得知自己生病的时候 她就知道和台湾初恋情人 再续前缘的事已经不可能了 善良的她不想突累别人 已经毁绝了对方 幸福再次和她擦肩而过 你觉得姑姑对你们怎样 她没有想吧 台湾嘛 每个人都会怎么 好像你妈妈这样 给你们怎样 给你们怎么办呢 对 这救过我们 这个时候 金强和小妇请求谭真 为谭金针穿上那套送给她的嫁衣 虽然姑姑暂时不容易嫁去台湾 但他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要跟大家宣布 那究竟是什么事 要谭金针穿着礼服进行呢 金强和小妇跪在谭前 各自恭敬的地上一堆场 原来 董事的两兄弟借这个机会 谭金针认为四季的母亲 承诺以后 一定会把姑姑当作亲生母亲对待 善养众 这份浓浓的固执情 令在场的人 乌乌围不动 谭金针没想到 两个侄子会如此孝顺董事 其实在她心里 这十二年来 又何尝不是早已把侄子 当成自己的孩子 金针书自己很知足 虽然命运坎坷 时隔十二年 两次和爱情擦肩而过 但是却收获了两个儿子的爱 但是却收获了两个儿子的爱 这些是我们难目的基金 希望你们以后 希望你们以后可以过得越来越好 可以早点医疗病 希望你们以后可以过得越来越好 可以早点医疗病 两个儿子一定要对你们对姑姑好一点 知道吗 以后一定要对姑姑好一点 姑姑为你们付出了这么多 好吗 多谢你们大家一三年的帮助 我们祝你们一三平安 好 好 得了 得了 你加油 欢迎回到真情追踪 一段美丽的爱情 原本以为可以延续 没想到阿珍被查出患了料毒症 就这样 散了 圆剧圆散不是我们能左右的 阿珍说 过去十二年 一路走来不容易 如今自己患了尿毒症 很多事情力不从心 目前家里很多事情还得靠他撑着 毕竟两个侄子还在读书 没有出来工作 想和阿珍说 敬佩你 敬佩你的无私 善良 坚韧 十二年的青春 没有几个人愿意这样的贡献和付出 你却做到了 失去一份爱情 可你收获了两个儿子的爱 我想 这也是对你最好的回报 好了 今天节目时间说到这里 欢迎您下期同样时间 继续收看《真情追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